导演认为沈腾不需要减肥 结果开机第一天 就因为沈腾脸太大 戴不进去头盔 剧组不得已叫停了拍摄工作 飞驰人生的幕后故事 苗粉们都知道吗 接到落魄赛车手张池这一角色时 沈腾还曾和导演韩寒 商量过要不要减肥 韩寒则考虑后觉得没有必要 只要求服装师给沈腾的衣服做得宽松一点 但没想到的是 从意大利定制的专业赛车服到货后 沈腾由于脸太大 戴头盔时怎么塞都塞不进去 后来没有办法 韩寒只能暂停拍摄 转身去定制更大号的头盔 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片中沈腾和另一位赛车手扮演者黄景瑜 穿的赛车服都达到了专业级别的高标准 无论是防火面具 防火衣 防火裤 还是赛鞋 以及各种护具 都是专门从国外定制的 此外 这部电影还有很多有趣的幕后 片中尹正饰演的孙宇强 有一段骚气的钢管舞镜头 其实剧本中原本并没有这一段 是韩寒拍摄时突发灵感决定的 而没有想到 尹正这个出场自带BGM的男人 跳起钢管舞来 竟也格外放得开 不仅不害羞 还一伸腿就惊艳四座 而教授一小心的出演 也是影片一大亮点 最开始他听到韩寒 要带他演戏 很感兴趣 只是没有想到 拍摄时 才发现对手是一群羊 而且他还要把羊群不停地赶来赶去 拍摄期间 教授因为跑得太快 还起了高原反应 真可谓是受尽了大自然 和导演的折磨 影片的赛车取景地 选在了新疆草原上 海拔四千米 拍摄条件很艰苦 除了要注意高原反应之外 还有提防随处可见的大蚊子 因此拍摄期间 每位工作人员 都要随身携带护脸神器 要在镜头前露脸的演员 就更是必不可少了 而由于赛车道附近都是悬崖 为了保证安全 剧组还租了一架救人直升机 在片场随时待命 要是因为天气状况 直升机无法起飞的话 剧组也不能冒险开机拍摄 而多耽搁一天 直升机的租金就得多掏一天 整个拍摄下来 单单直升机的租金 就花了两三千万 不仅如此 影片中前后动用的200辆赛车 也是价格不菲 光是沈腾坐驾的外观设计 就改了80余版 其他车辆也多是如此 基本每辆车的改装费 就要两三百万 不过影片中出现的五号赛车 则直接是寒寒参加比赛使用的 没花啥钱 只是改装一下车贴 就投入了拍摄中 当然好马才能配好安 拍摄前 不仅是沈腾黄锦鱼两位演员 参加了赛车培训 其他演员 以及随拍的摄影指导 录音指导 也一起参加了培训 全体拿了赛车执照 才开的机 看来寒寒拍电影 从里到外 还是很注重故事真实性的吗 好了 更多影视幕后小故事 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永远愁你们哟 喵